最近冷气团来袭 气温下降的速度是相当的明显 那许多家长就会担心说 小孩子会不会穿不够多会感冒 于是呢衣服就一件件的往上加 多添加一些背心啊外套保暖的衣物 然后袜子也要穿好 可以的话就让他们戴口罩 然后天气比较冷的时候 就是多穿一点衣服遇寒 不过衣服穿太多 可能会造成体温过高 误以为是孩子发烧了 额科医师表示天冷时 穿衣有小佩服 内搭选用棉质衣物 另外要记得穿上手套袜子 使用衣服材质透气好穿脱 不要闷舒汗来 就能降低孩子着量的几率 可能还是用洋葱式的穿着 才不会让小朋友在变换空间当中 体温可能会受到我们的穿着影响 头部还有他的四肢末端 是比较容易失温的 那小朋友他的头部 相对的一个面积是比较大 所以外出记得一定要让孩子 手脚要穿暖 除了帮宝贝穿对衣服 要保暖还得注意 五岁以下又同 其实不适合使用暖暖包 不适合 因为小朋友他其实很难主动地 去发掘到他的皮肤 可能已经有一些些不舒服 可能有发红的现象 小朋友会有他的皮肤比较薄 所以当我们使用暖暖包的时候 可能会造成一些低温的伤 低温长时间的一个伤害 冷气团来袭 医生提醒要遇防感冒 除了注意保暖之外 也可以透过打疫苗来提高免疫力 环宇新闻陈霞姓米珍 海北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 环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